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还有第四题 应该是10.3的吧 10.3 第四题啊 我自己卡着 但是我之后我自己做我是做出来了啦 我就想应该还可以做啦 就让你们自己私下做 结果你们也是放在那里不理 诶 凯宜有在吗 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ok啊 所以我其实有给你提示 我就跟你讲说 展开后 然后做分组分解 那你可以看到呢 我一直卡着第二行 然后我就想不到 然后过后我看看下 应该就是分组分解 你可以看到我抽出什么 我抽出这个2sinx出来 好 你前面就会剩下2cosx 后面就会剩下1 那这个2cosx加1呢 两边都有了 再抽出来 就会变成2sinx加1乘2cosx加1 啊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解出来了咯 sinx等于负1分之1 或者cosx等于负1分之1 分别呢 因为它是0到2pi 0到2pi 所以呢 sinx的话是第三第四向线 第三第四向线 这个应该是30 30度吧 π除以6 所以呢 π加π除以6 还有2π减π除以6 就会得到7π除以6 还有11π除以6 然后至于这个的话 应该是60度 所以是π除以3 ok 但是它要负值的话 是第二跟第三向线 就是π-π除以3 就会得到2π除以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第三向线 就是π加π除以3 就是4π除以3 所以这四个 所以这个啊 请填进去 然后第11跟第13D 请你做给我 我的第四要你看一下你们自己做的 不然的话全部我是讨论完了 就没有意思了 啊 啊 所以这一份 当然我也没有做了 然后第11跟第123 是真的是跟之前一样的 然后自己试下去做 ok 那我们今天就讨论第一 告诉1 呃 告诉2的部分 告诉2的部分 然后凯宜其实也有一部分的 已经问了我的 那我就 啊 我们顺着讨论了 因为 林恩可能不知道 我们讨论过什么 所以我们顺着讨论 你会看到有一些写了的 基本上就是 啊 之前 凯宜问过的 ok 第一个呢 它要证明这个 sine 四次方 sine sine 四次方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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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厙 所以走我们在两面加平方 LINE 我ar 我 我 前平方 加上 两个前辰后 2,3平方,cos 平方,对吧,然后再加cos 四次方 OK,然后就等于1,那这一边基本上就有我们的sin 四次方加cos 四次方了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这个写出来,另外一个我拉过去就变减了,对不对 所以拉过去编辑,OK,再来的就是,再来的就是,我把这个呢 因为我2,3cos 就会是得到2c,所以如果我是4,3cos 的话,4,3平方,cos 平方的话呢 我就会得到什么,我就会得到2,3,2c 的平方咯 因为我就,两个,就是我2,3cos 就会是得到2c,4,3平方,cos 平方,我就会得到,那个,3平方,2c 所以我放4的话呢,我无端端不可能加4嘛,我应该就要放一个2分之1在前面 2分之1乘4呢,才会等于2,所以我才是没有,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改变到任何的数目,对吧 所以这个我就可以联合变成sin 二次达 OK,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得到,就是得到它的东西了咯 那这个的方式呢,我们就用QED了,有时候我不懂啦,有一些老师他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是代表证明到了咯 所以这一种呢,我们不是从右边证明到左边的,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从我们椅子的一个横等式来动手脚,也是可以的,OK 那据此,来找出这个方程式,那应该呢,应该就是 我们再装一个方程式,sin四次方咯,用它的方程式的话 也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套用它的U4的那个,来放进去 OK,so这个等于,三分之二的之后,好了,我就把它变成1-1 2分之1 sin平方二次达 OK,so在这一边,你当然就想说,减的我可能拉过去变加 这个拉过来变减,所以一减三分之二呢,就会是等于三分之一 那等于三分之一,然后这个就是保留,然后变正值,因为拉过去右边了 OK,那这个二可能乘过去,乘过去就会变成三分之二,这个就会不见的了 那你还要开根号,你还要开根号,就会变成sin二次 一开根号的时候,它就会有正负了 那意思是说呢,这种情形,一开根号的情形 它会是四个向线都必须要拿的 四个向线都必须要拿 so在这一边呢,它是讲说0-180 那它2系卡的话呢,就会是0-360 所以四个向线都必须要拿四个向线 好,所以在这一边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这个什么呢 因为它是度数呢,我们就用回度数了 对吧,它用度数,我们用回度数 然后因为它不是特别角,我们就按计算机就可以了 过后,我的人是up sign up sign 这是第一个向线的角度 第一个向线的角度,54.74 再来,这个呢 这个啊,你可以把它store起来 这样A 这样第二个向线的话,就是180度加A 呃,减A,然后这些减A OK,我们就会得到125.26 125.26度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应该是用360 减去A OK,这是第四项先讲 305.26度 OK 好,过后呢,这个2呢,要拉过去变除了 所以你用54.74 你要除2咯,所以要全部要除以2咯 所以这是27.37度 然后另外一个是25.26 除以2 OK,62.63 再来,234.74 再来,234.74 除以2 111.375 然后再来30 305.26 然后除以2 就来152.63 OK,那我们检查一下答案 检查一下答案,这是第几题啊 这是10.1的 10.1 第1题 第1题 呃 好像差不远啦 差不远 然后它好像是最后一个角度 没有 没有拿到 所以 不是差不远 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它把它把它变成度分秒了 然后37分来的 一个是38分 另外一个是22分 所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角度 只是说为什么它没有拿到最后一个角度 不,我是觉得它应该是打漏的 我觉得它打漏的 没有理由说 正负的话呢 第4项线特别不拿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题目 有没有吗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特别讲第4个 第4个项线不可以拿 OK 所以 应该是打漏的 应该是打漏的 OK 就是这样子啦 那第2个 第2题呢 凯宜问过 那这个证明我就不做啦 这个是课本上有的 你只需要把cos 3C塔当作是2C塔加C塔 然后展开它 然后再把那个2C塔也展开它 就很容易的就可以得到这个了 当然那个步骤也是蛮繁琐的啦 三分 应该是六七步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你的答案了 所以这个我不做 然后接下去我只是用它的 然后我只是用它的这个东西 来放进去下面的部分 所以第1个它是要解这个3C塔 cos3C塔等于cos这个π除以6 然后它又告诉你C塔是在0到π 那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 主要因为这个是我们讲说它是第1个象限的array角来的 那它又告诉你3C塔是在0到π之间 也就是说我可以 我可以拿超过那个角度 怎样讲呢就是说 我乘一乘3哦 也就是3π哦 3C塔哦 我可以拿到0到3π的一个range 0到3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转了一个圆圈我还可以再转多半个圆 540度这样子 所以也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cos这个3角一定是正直 所以我只需要选正直的角 正直的向线就可以了 cos如果是正直的话呢 是第1个向线和第4个向线 所以这个是第1个向线 这个是第4个向线 然后这个也是第1个向线 这个加2π进去 就会得到这个13π除以6 所以这个3拉过去除的话呢 就会变成分母变18 分母变18 所以我们总共有这三个解 那再来的就是它要讲 哦用了这个第1跟第2啊 我们可以不可以解除这个来 所以基本上呢你可以看到呢 我只要看到cosc 如果把它当作是x的话呢 基本上呢 你就会得到一样的问题了 你不信的话我从这一边 我把4cos3 4cos3 c-3cos c放在左边 那这个的话呢 因为它是什么30度 特别讲的 刚好是根号3除以2 所以在这边呢 我只要把这个x当作是cosc-3 我就会得到它这个 formula了 所以这个我其实解了的嘛 这个我已经解了的 所以它其实是告诉你 我只要x等于cosc-3 之后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这两个东西也是一样的东西来的 只要把x设成cosc-3 那我的c-3我解得出来是这三个嘛 所以我只要把它这三个的角度 放进去cos的位置 我就会得到三个值 这三个就是它的解 三个有效素质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期的解法 这个不难的 因为它是guiding的 这样子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guide你 所以它其实是不难做的 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应该是类似的一个题 哇 第三题 有没有问题 一样的答案 但是因为它是要x 你这边找到的是cita x跟cita的关系是什么 x等于coscita 所以你找到的那个角度 要放进去cos 按计算机给它 要把那个cita带进去 然后按计算机 那你的计算机 你不可以照按的 所以如果很像你说 这个我不懂我没有讲过 如果你是讲 Pi除以18 你按出来跟我不一样了 看到吗 因为你的这个是radient 那这个计算机 它辨认不出来 你到底按radient还是按度数的 所以你要告诉它 我现在是度数 什么现在是radient 所以这个by default 我们是degree的 你看到这个d 你们的计算机也是一样的 这里有d 显示的话呢 是代表你是degree mode 所以如果你要换radient mode 你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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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gra 我不懂是什么 我不要用它就对了 所以degree 或者是radient 你一按2的话呢 你看到这里 变成R 看到吗 好 所以这个的时候你按这个 就是我的答案 好 所以要记得 这个我塞这个11进去 好 负0.312 对不对 那再打来13 就是负0.613 一样的 OK 所以你接计算机给人家 有些学生会帮你换掉这个radient 所以到时候你去打sign 30度 就不会是1 2 因为它把它当作是radient OK 所以你要换回去 换回去 degrees sign 30度是0.5来的 OK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的 不要接人家计算机 人家换掉了 你不知道 你要这样子来现代朋友也是可以的 因为很多那种node 你借了计算机 跟他换了radient 按了 还回给他 他不懂 因为我们习惯按review的 所以他把它当review 按的话 全部考试就错完了 所以这个你 你会去陷害人 你要防止被人陷害 你自己要看清楚 这个d跟r 要小心 以前我也中了很多次 OK 好 OK 所以这个第三题我觉得好像是一样的 我看一下 求证这个 一样 就是这个第一小节的部分 我就不错了 因为是各本的东西来的 然后如果解后面那个的话 应该蛮简单的 我写一下 OK cos3sita 要等于1 2分之1 OK 这个好像是特别假的 所以如果它是告诉你sita是0到360 就是一圈 所以你sita就变成了3圈 要注意啊 3圈 什么意思啊 OK 我们绕第一圈来看 cos要等于1 2分之1的话 这个是第一向线跟第四向线 第一向线应该是60度 对吗 60度 60度 OK 60度 所以要注意啊 它给你的条件是度 你就放度 如果它给你的条件是radient 你就放radient 这个是norm来的 我们看它给的条件 所以第四向线就是300度 所以这个是第一圈 那第二圈怎样绕呢 很简单啊 你把这个加360就是了 60加360等于 42了 另外300又加360 9为660 然后这个是第二圈 你又再绕多一圈了 你这个又再加360 我脑筋转不过来 3 我确认加360 420 再加360 780 780 然后再来的就是660 应该是300加360 660再加360 再加360 绕第三圈了 1020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绕三圈的一个方法 之后呢 要除 这个3呢 要拿过去呢 就会变除 除以哦 就会变分母了 所以除以3 就会是20了 除以3等于20 除以3等于100 除以3等于133 432 140 然后除以3等于220 然后再除以3 3 2 6 6 3 8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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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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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8cos 0 4 4 6 cos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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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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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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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6,OK,再来,cos140,140,-0.766,0,这个0也要放进去啊,是告诉他我没有忘记你是四个有效数字来的,所以那个0也放进去,再来,220,140也是啊, 140跟220是一样的值,所以我们就不再重写了,260是不是也重复啊,重复这个了,260也是重复这个,340呢,340又重复这个了,对吧,所以他只有三个解,其实也是合理的,你可以看到X立方嘛,只要X立方,他基本上应该是只有三个解的, 所以你放了六个数目进去,他丢进去呢,其实也只是三个值罢了,有两个是重复的,两个重复,两个重复的,OK,所以那个解呢,就是, 10,哦,这个他用tie啊,他用这个,哎,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第二题的,第二题是上面的,那这个20,100,140,220,260,跟340跟我一样啦,0.397一样,这个也一样,7660也一样,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的0也有写的,OK, 所以这种啊,是比较典型的啦,不是叫我们找一般解,就是叫我们找那个,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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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了,绕了,绕了一圈的话呢,每一个值写完出来,反而我跟你讲,写完那些值更容易做, 哦,因为你写一般解哦,更头痛,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加N,加2Nπ这样子的情形,但是有时候呢,你又可以combine哦,可以combine是更最头痛的,比如说cos 的话呢,它通常就是180,然后加减,对吧,因为为什么,它其实有原因的,我稍微画一下啦哦,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什么ASTC嘛,all Chinese,all science teacher,crazy啊,对吧,ASTC,OK,所以如果我是sign的话呢,我的sign的话呢,我就是真真哦,复复哦,所以这个很难做,这个很难做,很多时候我一拿真的话,就是这两个角度,所以这个你很难combine,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它就会拿这个角, 然后加2Nπ,然后加2Nπ,然后再拿这个角度,再加2Nπ,所以这个sign的反而容易,反而cos跟tangent啊,你可以看到cos的话呢,它是真正,跟复复,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呢,它在这个角度,加一个角度,再减一个角度哦,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它会讲,加减,这样的话,加减,π除以6,然后呢,再加2Nπ这样子的情形, 2Nπ,所以它会,cos的话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它会combine成这样子的一个加减的情形,那tangent的话呢,更够力, 2Nπ的话呢,它的关系呢,其实是真正复复,它的关系基本上的就是差,差多少,差180,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它就会加Nπ这样子的情形,加可能那个角度,哦,所以你会,就是,它不是加2Nπ,它是加Nπ的, tangent的情形,所以其实它是逻辑罢了,它其实跟,跟我们的那个,这个的解是差不多的,哦,只是它的那个表达的方式呢,它又要把它combine在一起,哦,sign它们分开啦,因为很难表达,tangent跟cos呢,很多时候,它就,cos的话,它就用加减来combine,然后tangent的话呢,它就加Nπ, instead of 2Nπ, so,其实那个一般解呢,我是觉得很多学生会很乱,老师,到底要写哪一个,哦,呃,so,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般解, so,比如说,这个是,呃,凯宜问的一题,呃,它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要做的,它只是要告诉你,tangent是正值,对吗,second是什么,second是cos的倒数,cos是负值,哦,所以很明显的,它就是第三项线, 然后如果这是第三项线,tangent是根号3除以1,second是负值2的话,呃,表达是这个是2,这个是负值,哦,所以是负值1,负值1,呃,负值3,哦,所以这个的角度是多少,啊,所以这个是第三项线嘛,第三项线的话呢,我们就是四拍除以3哦,哦,而且呢,而且它这样子combine了哦,它只能是第三项线,它不可以是第一项线了,啊,所以它只能是第三项线,它不可以是第一项线了,啊, 它只能是第三项线,所以它是四拍除以3,然后再加2m拍,啊,加2m拍,啊,啊,所以这个是只有一个项线的就比较容易做的, OK,那,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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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是反方向过去的话呢,它就是减2拍除以3 所以它的答案好像是给2n拍减2拍除以3 我个人觉得两个其实都可以接受 两个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不用太担心 它只要合理,它只要是形容一样的东西 都OK的 除非它是很像这样的选择题 你看不到这个答案呢,你自己要想一下 它其实也是跟减2拍除以3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一题我们看一下,我们要讲解 有问题吗? 要确认一下你们有在听 有问题吗?没有问题 你们OK OK,可以啊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题讲座 好 先坐,先坐 有图续吗? 嗯,主要我是觉得 这一个,因为它是加这个拍除式 哦,然后 嗯,我会觉得用拆开的方式 不懂,我们试下哈 如果是两个角度相加的那种拆法呢 嗯,这个就是 嗯,tangent 对吧 tangent 这个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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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tangent 拍除以4 它基本上是一代的 这个把它去掉 这个把它去掉 这个把它变去1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简化了 所以我们要通分哦 通分 或者是我们再把这个 复成进去先 复成进去的话呢 它就会是1-tangent 啊,容易就 就比较standard啦 所以这个我们也把它换去 变成1加tangent 哦,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来通分加起来 那通分的话呢 就是 呃,这个乘上去 这个乘上去 然后分母的话 两个相乘 两个相乘呢 前加后乘前减后呢 我们就会得到 前平方减后平方 对吗 就会得到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呢 前平方 呃,它就是1加tangent的完全平方 完全平方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的拆开 就会变成这样 对不对 啊,那后面的话呢 也是1-tangent的平方 呃,完全平方 所以差别在于这个是简单 可以引解吧 OK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 你就可以看到 呃,分 Copy一下 好,这个虚掉 这个虚掉 这个虚掉 基本上是 两个 两个 这个东西 这个虚掉 OK 所以我们可以越减 把这个2给虚掉 就会得到什么呢 这个 的2虚掉 挂虎也虚掉 这里就会变成2 那我们再来的就是做 应该是交叉成啦 加2 减去 2 tangent平方 然后 tangent平方 放在一起 就会得到3tangent平方 呃,等于多少 2-1 0.2-2 2-1 0.1 0.1 2-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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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除1分号30度来的 所以如果有正负的话呢,基本上是每个相线 每个相线,所以每个相线的话呢,是可以直接的把它combine的 所以如果是这种有正负啊,所以所有的相线都拿的 你可以直接的combine,而且这个是我们叫30度 所以它就加减30度 OK,加减30度,然后加的时候呢,不是加2nπ,是加nπ 如果你用π的话呢,就不要用30度了,就要用π π除以6,所以这个就是你最后,我们讲combine完的一个方式 这是第几题? 这是选择题 选择题 so,你可以看到nπ嘛,nπ加减π除以6,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是c 第二题 第二题c,这边,10.2 OK,答案是c,没问题 第一题,第一题答案是b,我看一下 诶,我弄错了是吧 这个选项没有的 我看一下啊,有点问题 弄错那个位置了 10.2 10.2 OK,4.2 哦,这个是做答题 so,我没有把那个选择题弄出来 sorry so,这个应该是在这一边 这个应该是在后面 哦,后面这一边 后面这一边 后面这一边 ok ok,没有问题哈 这一题第二题 so,我好像做Low了咯 我做Low了第一题选择题 ok,我们回去第二题选择题 ok,so,这一边 它告诉你cos x等于-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cos 1等于-1是怎样的情形啊 多少度来的 cos 1等于-1 cos 1等于-1 0,0的话呢 是1来的 然后180度的话 它就会是-1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180度而已 也就是π来的 然后π了之后 它应该要再加这个2nπ 对不对 再加2nπ 所以这样子的情形 如果你把π抽出来的话 这个就是加π 其实也是可以 减π也是可以 所以如果我放-1 所以如果我放-1的话 我抽这个π出来 我就会得到π 开一个挂鼓 然后2n-1 所以就会得到我们的这个b的解 所以第一题呢 应该可以用b的这个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你这个我讲 老师我忘记放-2怎么办啊 我放了正啊 你放正的你就会讲 找不到答案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想一个方法 我可以不可以放-2进去了 所以这题要小心了 如果你讲说 没有哈 我就全1了 这样你就中招了 好 所以这题的答案 严格来讲 应该是可以用b 对吧 对吧 10点 对 b了 所以这题啊 其实是陷阱来的 很多学生会看到 哦,我放加吗,对不对,加派,加派基本上它就是复1嘛 so,你用了加,然后你找不到答案,你就圈1了 这样你就错了,因为你要考虑到呢,我除了用加以外 我也可以用减的哦,所以你要考虑两边哦 因为这两个答案呢,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答案 ok,所以这个是要小心那个加减的部分啦 好,那第三题我们看一下啊 ok,第二题没有问题啊 好,第三题 好,第三题 哦,第三题,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选择题呢 它基本上没有要求,真正来讲它没有要求你去真的去解的 哦,tangent theta 等于A,对吗 tangent theta 等于A 那我的 theta 基本上就会是等于 tangent theta 等于A tangent theta 等于A 但是,tangent theta 来讲呢 我们的 theta,tangent theta 自动的给你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我们按计算机来讲哦 tangent theta 呢,它直接的给你的是瑞角来的 即使你是,如果是负质的话呢 它就给你什么呢 给你,想讲 如果是负质,它就会给你负瑞角 因为它是,等等 等等 嘿嘿嘿,我想一下 它有原因的,它是有原理的 这个如果是负1的话呢 它好像是给第二项剑角 哦,不是,它是给负瑞角 所以它一直会瑞角的 所以我们要考虑看一下 这个情形是 -270 到-180 也就是说它给你第二项线角 OK 它要的是第二项线角 所以在这边它,如果 第二项线角基本上是负质 所以如果你按 ab tangent a 的话呢 它会给你这个 负这个某个角度啦 你要再减多180度 才是你的那个答案 可以理解吗 如果是简单的啦 -1来讲呢 你按ab tangent 负1 它会给你负45度 但是不是在这个range 你还要再减多180度 你才是你的那个答案 这个才是负270 负180到负270 之间的角度 所以在这个的角度呢 你要再减多一个π 所以是 减π 加上这个角度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1的 所以这个 这一题来讲啊 老实说呢 它不是这么的难的题目 但是你的概念要很清楚 而且你要有这个 反三角函数的这个概念 当然这个应该还没有上啦 但是我稍微的讲一下啦 不然的话你不知道 你按反三角函数得到的角度 到底是怎样 如果你的值是正值的话呢 你按反三角函数 它一定是给第一向线角 如果你是负值的话呢 你就要看 如果是 tangent 它会给你负锐角 如果你是 sine 它也是给你负锐角 比如说0.5 然后30度 它会给你负 sorry 负30度 它会给你负0.5 它会给你负30度 但是cos 不是哦 cos很奇怪的哦 因为你的负这个锐角哦 是第四向线 cos 第四向线 它还是正值来的 所以在这一边呢 它会选择给你第二向线的角度 哦 你会看到这一边 它会给你120度 它不会给你负这个60度的 因为负60度呢 cos 负60度 它还是正值的啊 所以它会给你这个 第二向线的角度 所以cos sine cos 你要注意 cos 来讲呢 它会给你第二向线的角度 ok so 这个是它的那个 概念要懂的 so 第三题 其实它的答案是D来的 可以理解吗 这个题比较难 难懂一点 可以吗 有问题吗 可以啊 理解啊 0n也ok吗 ok啊 ok so 这个是反三角 横数按出来的角度 它会给你哪一个 呃 向线的角 这个也是需要懂的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题 呃 其实其他的题目都是差不多的啦 解三角 解三角函数 so 呃 重点就是你要把它 呃 变去 诶 诶 这一句 这个比较奇怪哦 呃 直接的等于0的话呢 你有两个条件啊 哦 第一个就是分子等于0 其实就可以了 对吧 还有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分母不可以等于0 哦 分母不可以等于0 基本上是有两个条件 所以我们分开两边来做了哦 所以我们先做这个 呃 三不可以等于0 也就是三不可以等于1 啊 三不可以等于1 那 三不可以等于1的话呢 呃 呃 所以2 加上2 n 排 啊 通常我们就是这样写 哦 so它不可以等于90度 不可以等于360加90 不可以等于360加360加90 啊 这样子的意思啦 还有当然 另外一个就是 同时 我的cos呢 是要等于0的 啊 cos等于0好像 好像就是90吧 啊 除了90以外哦 当然cos等于90 它基本上就是等于这个 还有它不是90了 它270也是可以 so 两个 呃 两个 相扣之后 它 只有 一个解 哦 因为它这个 and 这个 我放这个符哦 and这个 so 这个呢 只能等于3 就是270 哦 270 啊 这个就是你的一般解 啊 2007加上这个 啊 2007那一边呢 可以用咯 可以理解吗 哈哈哈 这个 不难哦 它基本上就是分子分母 分别的去去考虑完了 啊 刚好分子那一边呢 它是90度270 这两个 呃 这两个 这两个 角度可以用 但是因为一减去sine x 它是分母 啊 分母不可以等于0 所以变成了呢 这个sine 呃 这个这个 4npi 你可以加3pi除以2 你也可以减3pi除以2 你也可以减3pi除以2 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写的一个方式 哦 哦 或者 2npi 减去 pi除以2 诶 当然的 后面就要写上 i n是什么 n是属于z 啊 它属于z 它属于z ok so n属于z 这个也是常常要写的哦 这个也是要 或者 和npi 减去 然后它就有了 ok so 它有了就是n是属于 npi n ok 好啊 可以啊 第二个小节呢 应该不是问题 呃 第三个小节的话呢 要怎样做 ok 好啊 这题 可以吗 所以这题呢 如果你记得的话呢 啊 有sine 有cos 啊 这种的方式呢 我们就要把它combine成这样子了 哦 哦 x加 x加3 alpha 哦 我们通常就用这个方式了 哦 等于 r sin x cos alpha 再加上 r cos x sin alpha ok so r cos alpha alpha 等于 等于 r sin alpha 等于 √3 r 就会是等于1的平方加√3的平方 只到4 然后再开√2 啊 然后 alpha呢 alpha 我们可以用 呃 我们找到tan alpha呢 是等于分号3 对吗 so alpha就会是等于 分号3 60度 嗯 60度 ok 60度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靠过来 所以这里是2 这里是60度 然后等于0 啊等于0就很好做啦 基本上就是 这个东西 要等于 0 对吧 也是0 0 0度不行哦 0度 哦 嗯 的一般 其中一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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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180其实也是可以 那我们可能加多一个啦 哦 我们放三个来看看有没有 因为我们的 你看我们的答案都是 呃 都是什么呢 嗯 这个应该是已经除了 呃 我们的答案都是在 180以内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子来做 然后去减这个 60度呢 哦 减过去 我就会得到 呃 度60度 或者是120 120 然后或者是300度 OK 所以在这边 C就是我们的答案 C就是我们的答案 OK 选择题 C 可以吗 OK 第一题应该不是问题啊 用sert这个Rsign sign什么东西吧 哦 sorry啊 如果等于0的话 等于0的话呢 就可以不用这个方法 我一直忘记了 如果是等于一个数目 你就要用这个方法 如果等于0的话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你可以把它这个 这个 cos 拉过去对面 OK 然后 cos 拉下去除 就会等于tan tan等于这个 这个 负 根号3 tan等于负 根号3呢 我的x呢 就可以等于120度 或者300度 两个相见了 我们是 cut around第一圈来看 所以 这个 4行就可以了 所以我忽略了 这个不要了 这个有点 我没有想清楚 这个方式不要了 我们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东西很多 所以如果是等于0呢 要注意 我们可以搬去对面 然后可算拉过去除 这个是最快的做法 OK 至于这个呢 第二题呢 你看我有解的 这个是凯宜问的 那 嗯 我当时我用的这个方法呢 我是把它拉过来变减 然后 因为我就想到说 我可以用这个 荷叉化七公式 但是荷叉化七公式呢 只有cos-cos 或者sin-sin 或者sin-sin 或者cos-cos 所以我就想到说 我把其中一个sin 变成cos 我只要变成90度-sign咯 我只要变成90度-sign就可以了 那cos-cos 那cos-cos的话呢 我就是-2-sign-sign 然后这个是两个 脚相加除以2 这个是两个脚 脚相-sign除以2 好 因为弄出来 其实也不复杂的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2 可以不用理它 因为要等于0 要么就是前后面的 前面的这个sign等于0 要么就是后面的sign等于0 所以为什么我们 核叉化 我只要化成成乘吧 这个0这边呢 这个呢 就很好 those 我只要把这个等于0 或者这个等于0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也不难做 3c-sign bit 就是2C塔,2C塔除以2就是等于C塔,90度除以2等于45度 3C塔加C塔等于4C塔,4C塔除以2等于2C塔 这个90度呢,我除以2就是等于45度 OK,所以这个Sine要等于0的话呢 就会是等于180度乘N 好,180度乘N 所以我就有这两个,我把它换成Radiant 因为它题目里面给的好像是Radiant 所以这个Pi3是拉过去减 这个是拉过去编加,然后2拉过去除 所以这两个呢,我就把它抽出来 然后把这个Pi3抽出来 这两个解呢,基本上就是在上面的这个E了 这个E了,有了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第二题的答案应该是E了 没有错 诶,有没有问题? 凯宜可以吗? 之前就先讲给你,0N可以理解吗? 这样子的手法 可以啊 是是是 而且不是消化这么简单 而且你要想到 诶,改次可以用这一招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不同的奇奇怪怪的招数 OK,还有的就是这一个啦 啊,这个 等于0 然后两个是Sign 看到吗? 所以这个呢,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也可以用呢 呃,刚才的那个想法 哦,核差画机 哦,SignSign Sign加Sign呢,我们的核差画机是什么? 记得吗? 加法 加法,加法好像是2SignCost 啊,2SignCost 啊,所以 呃,两个相加 7X加5X 是10X 10X乘于2 等于5X 啊,两个相减 呃,4X 4X乘于2 是2X 啊,等于0 对不对? 核差画机呢,就很容易了 要嘛就是这个等于0 啊,要嘛就是cos 2X等于0 so,我不要用 豆号啦 我用 slash比较好 slash代表all 豆号好像 豆号也是可以 啊,anyway 都可以了 哦,so 之后呢 有几个解 哦,有几个解 那在这一边呢 因为它的Sign卡来讲 我们是讲0到π 我的X是0到π 那5X的话呢 就会是0到5π 对不对? 但是不可以 0跟5π不可以接受 3要等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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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 3要等于0 就是0跟180 0跟180 so 0不可以拿 我们就拿π 拿2π 对吧 拿3π 拿4π 5π不可以 因为5π在它的border 你乘5 它就是5π 然后它是小于 它不等于的 所以我们不能拿5π ok so same thing 我的2x same thing 我的2x same thing cos 就是90度 90度 我就是π 我就是π π 2x 所以 绕一圈 罢了 因为0到π 是半圈 乘2就是一圈 应该就是这两个罢了 so 如果把它除一除 我就有 这边有几个解 所以它其实也没有要你找出那个答案来 你可以看到 它只是要问你有多少个解 不过不要紧我们把所有的答案列出来 还有就是这个排除意思 还有这个三排除意思 所以总共多少个 123456 总共6个解 总共6个解 答案是B 对吧 第三题答案是B ok 基本上找到答案也不难 你可以看到123455 就可以找到所有答案了 所以它只是问几个解 所以其实也是更简单的 ok 没有问题 第四题 第四题 凯宜问了我两次 他问了一次我给了他答案 然后他没有看到 这一题其实蛮头痛的 主要是这样子 他给你第一个 F1等于1 我先要解释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Cost nπ 加上Sign nπ 意思是说如果我的n方1 我这里就是一次方 就是Cost cta 加Sign cta 就是这个 那如果我放2的话 就是这里就是Cost 平方 加Sign 平方 所以这一边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K 如果我放1 到n 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放1 再放2 再放3 再放4 再放5 再放到n 为止 然后全部跟我加起来 这个就是这个符号的意思 这个 你们上了吗 这个应该是等 等差数列 那个数列那一张有用到的 但是我不记得你们有没有上 上了吗 应该还没有上了 应该是这个Sequence and Series 所以第16章的时候 你才可以理解这个符号的 所以这个是有点超出范围 主要是这个符号的关系 这个符号我们叫做Summation Summation就是说 所有的加起来的意思 那下面就是我们的初始值 就是刚刚开始 要带的值 K带1的时候 然后带2 带3 带4 带到n为止 所以全部要加起来 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你们看不懂 对不对 OK 所以不要紧 我就告诉了你 然后你就要看 放1的时候 它告诉了你是等于1 放2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什么 我们的 Formula来的嘛 Cosin²加Sin²等于1 所以这个也是有2等于1 那三次方会是多少呢 我们就放2次方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了 我拿这个哪平方 OK 然后这里等于1 这里等于1 换句话呢 SinCos其实是等于0的 SinCos其实等于0 所以三次方来讲 我们展开那个三次方 我们可以抽出SinCos来的 所以这一项等于0呢 基本上就是告诉你 Sin³等于Cos 也等 Sin³加Cos³呢 也等于1的 所以同理啦 我们也不去证明了 应该同理呢 我四次方啦 五次方啦 六次方啦 应该都可以证明到它等于1的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从1加到N呢 它应该就是1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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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E呢 Angle咯 对不对 从1带到N呢 应该就是Angle 所以它答案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N 答案是B 欸 计事题应该是B的 所以需要一些些的猜想 因为毕竟它是选择题来的 你也不需要证明到这么多 终于四次方译证明一次 五次方译证明一次 六次方译证明一次 证明到你Sin³ 对不对 真正的啦 应该要用这个 Mathematical 数学归纳法 这是你们高三才会上的 所以也不需要 在意这么多 反正是选择题了 所以我们 推论自己用逻辑去想一下 我们觉得应该是正确的就可以了 所以正确 如果你是要一个很很完整的一个步骤的话 应该要用数学归纳法啦 然后 而且这个应该是在这一章呢 你们看不上的 OK 所以这个稍微知道一下答案是B就好了 好 那再来我们要skip一下了 就看一下这一题第五题 那个第四题你不用再 在意太多了 我们看过这样子就好了 OK cos x 等于cos x 的一个根 这个一个根 那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cos 平方 cos 平方 x 然后这个-1 对不对 so 意思是说呢 它基本上它是cos cos 平方 -cos x-1 等于0 那这一边呢 那这一边呢 我们可以因式分解 对吗 cos-1 不是 加1 就是cos-1 加1 这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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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才得到-1 所以这一边来讲呢 它其实有两个解 一个解是cos 等于-1 2 另外一个解呢 就是cos 是等于1 所以换句话呢 x等于多少 你可以看到它的解 你的答案呢 就是180度以内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180度以内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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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程式 cos 嗯 嗯 嗯 2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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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拿第二相线了 2分之1的话是60度 基本上是120度 ok sorry 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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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角度 所以我standard啦 我standard 放成两 呃 第一圈的 然后第一圈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做嘛 然后还有就是cos 要等于1的话 就是0度跟 0度跟360 ok so你可以看到呢 这样子的情形下呢 我们的解呢 呃 选项里面大概只有c的这个选项 啊 120度的选项 ok 答案就是c啦 第五题 ok 答案是c ok 没问题啊 应该很简单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第六题怎样做 这题讲解啊 来我要听下你们的意见 哎 啊 怎样 核叉 核叉画机啊 哪两个核叉画机 sine x 跟sine x 跟sine x 哦 不错啊 你可以看得出来 so不要啥啥这样子啊 用这个sine x 跟2 x 核叉画机 因为2 x 如果你加起来除2哦 你会得到什么 加起来除2 你会得到2分之3 相减除2 你又得到2分之1 它基本上不上不下的 所以你第一个方法呢 你就要想这样 哎 不行哦 这两个加起来不行 所以 意思是说呢 你要把这个 sine x 拉过去右边 sine x 跟这个sine sine 什么 这两个核的话呢 就有 就有东西了 为什么 两个加起来除 sine sine cos cos 两个加起来除以2 是2x 两个相减除以2 是x 哦 不过不要紧 是吗 可以吗 sin2x的话呢 我们把它换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2 sine x cos 那这个2可以月掉 sine可以抽出来 所以 很多学生会怎样呢 他就讲 2月掉了 sine x 月掉了 对不对 其实呢 不太对的点呢 就是sine x 如果你月掉呢 你的先决条件呢 它是一定不可以等于0 但是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可以等于0吗 sine可以等于0吗 sine x 可以等于0吗 不 因为它是0到180之间 so基本上 如果你sine x 要等于0的话呢 你要嘛就是0度 要嘛就是180度 so在这边呢 因为它 不包括0跟180 所以这个sine x 的确是可以月的 所以这么好彩 这个是可以月的 因为它不可能等于0 所以这个要注意 你要月你不要乱乱月 你要肯定它不可以等于0 你才可以月了 所以在这一边 就做到这一步了 之后 0可以把它变成 2个cos 平方 减1 啊 所以变成了 诶 好像跟上面那一题 是差不多类似的 好 等于0 然后我们再做这个因子分解 2cos cos x 减1 平方是加1 然后cos x 减1 好 等于0 ok 然后 因为我的x的角度是在180 到 诶 我直接抄上面的答案啦 0度我又不可以要 我一定是只能拿120度 240 已经超过我的要求了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 Donggit 所以这个第六题跟第五题来讲 基本上是类似的题目 类似的题目 你会看到中间做到一半 就会得到它这个东西 ok ok 答案是Donggit 买一下 Donggit 对了 ok 没有问题啊 那再看一下第七题 最小正脚是 这样做 用盒茶花机啊 不过要拉过去先 拉过去 然后要把其中一个 cos 变成sine 对吧 因为我们盒茶花机是要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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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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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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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角度其实多复杂都好,其实都没有什么关系的 因为到最后,因为它等于0了嘛,其实这样子的话呢,几复杂的话我们照样都可以做了,两个相减 两个相减就比较复杂一点,两个相减好像得到X 减15 最小正角 那个角是最小,但是它要正直,它不要负直 所以这一种题目,首先我们这样看,等于0 或者Sine 这个等于0 OK Cosine 要等于0 就是90度 哦 它是90度 嗯,90度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太确定 呃,如果我不太确定90度哦,我们可以把它 呃,把它变成了几个 这个情形啊,这样说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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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抗值会是正值吗?不会哦 乘了负的话就是 180 负180 然后这个105拉过去也是减的 哦,所以我们可能这样子 哦,90度的话,乘2就会是等于 呃,乘2就会是等于 呃,乘2就会是等于180 哦,按 按计算机了哦 OK 所以这个是90 乘2 减去105 然后再除以3 这个是25度 或者会是什么 还有可能另外一个情形呢 3等于0 3等于0除了等于0度以外 应该可以等于0度 所以也就是说呢 这个东西等于0 2乘0等于0 X就会是等于 X就会等于15度 所以15度更小 15度更小 所以答案可以是东西来的 答案是东西 第七题是东西 你去全C 你算到25度很开心 去全C 你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更小的角度 OK 可以啊 这一题也是用核茶画期 应该是最快的方式 很好 这就是凯宜提议的 你有去做吗 凯宜做完了吗 还是 还没有做完 但是你就是感觉到 可以作用这个方法 不错不错 OK 解的个数 这个要怎样做 它只要求解的个数 它不需要什么呢 不需要什么呢 不需要那个解是多少 所以这种题目啊 当然在这边还不是 怎样讲呢 这个它 它是在这个小节啦 但是我稍微的挑一下这个小节啊 下一个小节其实就是我们所谓图像 还有一个是图解法 图解法 图解法呢 它基本上呢 它问的问题就是有多少个解 它不要求你那个解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一题其实我们可以用图解法的方式 我试下用图解法的方式来给你那个答案啊 所以我们图解法是怎样呢 我们的这个 Tangent 的图 我们稍微可以 Block一下 Tangent 的图在360 我大概是这样子 我分四个段 基本上我每次是这样子 分四个段 OK 然后Tangent的话呢 这个到90度 它会去向无线大 然后这一边它也会从无线大那边 回来 然后再上回上去咯 对对对 这样子的图嘛 对对 所以你Block了 左式是Tangent X 右式是什么 右式是Cosin Cosin是怎样 Cosin是基本上是这一边 好像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图嘛 我稍微画一下 对吗 这样子的图 好 所以这个是负1来的 负1来的 负1 然后这个是正1 对不对 所以它在这边 它应该是要乘2 然后再加1 乘2 它这里就是负2 这里就是2 加1 它就会往上移咯 往上移 所以整个来讲 整个来讲 它到最后呢 它好像也是会 Cut 2 点的 这个往上移一点 也是Cut 上去一点 这个也是Cut 上去一点 基本上这边没有Cut 往上移也好 也不会Cut 所以我们算那个解的方式 我们就看它Cut 几粒Point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边呢 很明显的 我们就是 即使 乘2 往上移都好 它还是Cut 这两个Point 右边没有Cut 所以在这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答案 就会是C了 OK 所以这个 我直接 从图解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答案是C 我们对一下答案 第八题C OK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用图解的方式 我可以用图解 图解法 我个人是觉得用图解法会最快 主要是因为它 它只是要我解出它的那个个数罢了 我不需要找出那个方法 怎样解 我相信可以找到方法解 一时想不出来 不过我就觉得 既然它要有问我多少个根 我用这个方法就最快了 OK 可以啊 跳一下 可能等一下又想到方法 OK 第九题 0到3pi除以4 3pi除以4是135度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用图解法啦 但是因为它是7pi跟3 tre 嗯 7 생각을 7 Xu 9 6 7 3 5 7 7 而且上面我们说过了,看到吗? 看到吗?这题,一模一样的题目。 一模一样的题目,我放过来。 YES。 OK,可以。 但是如果数目有不一样,你要去做。 当初是练习一下,数目不一样。 上次好像有11跟13, 不过这种题目完全一样,但是它差在哪里? 它差在那个,你要说修改一下。 为什么?它差在那个,刚才那个是到π, 这个是到四分之三π。 所以四分之三π呢,基本上呢,它乘5是多少? 这个是刚才是到四分之三π。 是13π乘5啊。 所以是,我要怎么想象这个大小。 乘5啊。 3除以4,乘5啊。 这个是3u,3.75。 也就是刷4不可以哦。 对吧,这个4不可以了。 哦,所以它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的,刚才算到4个,呃。 刚才算到6个节,对吗? 6个节。 那这个的话呢,这个又不可以拿,看到吗? 这个在borderline了,它原挂号代表它不,呃,不可以拿。 呃,原挂号代表它不拿。 哦,所以在这一个来讲呢,它少了两个节。 所以它答案是C了,它只有四个节。 OK?C了。 虽然一样的做法,但是因为它的区间不同,所以造成了它有两个节呢,需要去掉了。 所以这题答案应该是C。 第九题是C。 OK? so,一样的东西我把它抄过来,但是你会看到我们要把两个节给去掉。 哦,两个节给去掉。 OK? 好,这题。 啊,这题怎样做? 啊,这题怎样做? 这题怎样做? 啊,这题怎样做? 哈哈哈,这一个。 啊,你可以想象哦,如果我是2cos平方 cita减1,我是可以把它变成cos2cita。 换句话,这一题 你看到这个已经不错了 所以基本上它的 应该就是从这一边下手 OK,sin平方 我打一下了 加10个cos平方 但是因为它是半角 看到它是半角 所以是7-2k OK 所以这一边主要它是要把 因为它要多一个减5 因为减5的话呢 你把5抽出来 它才会等于 2cos平方减1 所以左边减5 右边应该也要减5 它就会得到2 OK OK 所以我做慢一点 这个我做多几步 OK 所以在这一边我抽一个5出来 抽一个5出来 这个就会有一个挂5 一个2 那在这一个 我就会把它变成 什么呢 cos 这一边就会变成cos平方 OK 那接下去要怎样做 然后应该是把这个3平方变成1-cos平方 然后应该是把这个3平方变成1-cos平方吧 是吗 1-cos平方 不懂啊 我试一下啊 OK 然后沉进去的话就会是 2-2cos平方 加5cos平方 然后从后面好像是一样 OK 然后 2可以约掉 然后2可以约掉 然后我把全部放在同一边 我就会得到2cos这个 这个-5-5cos平方 然后-2k等于0 它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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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要满足那个方程式 快快快点 它要满足 哦 怎样呢 OK cos 的值是在1到负1之间 so 我把这个把它放回来了 放回来等于2k so 如果我们讲说cos 的值是1到负1之间 所以这个 这个也难哦 cos 这个值 我们通常是这样写的 区域 负1到1之间 但是如果是cos 平方 就会是0到1之间 那22cos 1就是0到2之间 但是如果你是要乘5 就是这一段 如果是负的话呢 乘5的话就是5 这样子 我们放回正就好了 所以如果它 因为它大的跟大的配了 然后我们想大的跟大的配 大的跟大的配 大的跟大的配 小的跟小的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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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写啊 真的怪怪的 因为我变成了平方哦 我带负1的时候呢 这个应该还是1 然后这个应该是2 所以我们简单这样看 如果我的cos 带1的话 我就是2-5 是等于-3 对吗 所以等于-3 如果我是带0的话呢 0-0 我就会得到0 那如果我带负1的话呢 负1的平方也会是正的1嘛 所以是2 然后 -5乘-1 就会得到 加5咯 2加5 就会得到7咯 对吧 所以它应该是7到-3 之间的一个值咯 所以 换句话 用这样子来看 它应该就会是 OK OK 然后 然后到7的值 这样 很不大哦 我再看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能是用那个 那个那个 什么啊 叫什么 可能用那个配方法 配方法找到最低点 不要紧了 你既然讲的用这个方法 我们就讲说 它可能是在 这两个值之间 那这个是3.5 这是-1.5 对吗 反而这个方法可以 就是你反而就是带1 带0 带-1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值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值 会是在哪个 range里面 所以在这一边 如果它要拿整数的话呢 整数的话呢 K应该就是属于什么 它拿整数 它-1可以咯 它拿0也是可以咯 它拿1也是可以咯 2也是可以咯 3也是可以咯 3也是可以咯 3.5就是大了嘛 就是0 OK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值 有啊 BOY噢 有啊 BOY噢 看到吗 BOY噢 OK 那你这个 如果这个方法呢 一定要是全部 全部的要是cos 你不要一个是sine 一个是cos 因为很难判断的 很多人讲说 老师 sine跟cos 不可以合起来说吗 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sine是1的时候呢 cos是0 它会固定的 所以你不可以讲说 我不可以讲说 sine是1到-1 cos也是1到-1 然后加到一起 不行 因为sine是1的时候 cos就固定是0了 所以如果你是有一个sine 一个cos 你不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如果两个都是cos c就可以用 因为你cos 是-1的时候 我后面的这个cos 也要是-1 所以整个值来讲呢 它固定了cos 是1 前面1 后面也是1 前面是-1 它后面也是-1 我只需要 只要带1到-1 1跟-1之间 我就可以找到了 所以这个其实还可以做 答案是b 我看一下 b 第十题b 对咯 ok 我再想一想 你在想想下 可能用配方法还是什么呢 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 ok 不过目前我是觉得这个方法 还ok啦 还ok啦 还可以接受 不会太复杂啦 哈哈哈 带几个值罢了 带负1进去 带 还有带1进去 ok 零我是带来 再看一下吧 但是零在它 夹在它中间 就不需要考虑 可以吗 会太复杂吗 可以理解吗 可以 可以 理解了 零恩可以吗 没有听到你的话了 你们过后有看回这个video是吗 我相信 有哦 因为 通常我这样子讲下去 看起来你们好像也是吸收不到 要看多几次 没有问题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一题啦 嗯 啊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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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nd X 加 2nd Y 等于 4 我先整理一下 我还没有看到你这么快 我先看cos X 加cos Y 等于 1 然后 2nd X 加 2nd Y 等于 4 因为我们不喜欢 2nd 我们先把它变成cos的导数 加cos导数等于 4 然后我们通分它 通分它的话 就会是交叉成 交叉成,然后加在一起 然后下面是乘在一起 对不对 这样子 但是分子基本上是cos X 加cos Y 来的 一样的,只是倒转写吧 所以还是1来的 还是1来的 换句话呢 我们可以得到cos X 加cos Y 呢 OK,好 那cos X 加cos Y 呢 X 加Y 是什么字 不是是 x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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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x 我們已經有記憶了 然後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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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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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如果我懂的话呢,我算出来,然后我们再按 art cosine,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只是问题是SignSign是什么呢? 这个这一边好像就不知道SignSign是什么,我只是欠这一步了 但是如果你用核茶画机,这一边是两个脚加起来除二,两个脚相减除二 好像就得出什么东西了 只是这一边我是觉得,这个可以得到这个前面的部分了,只是后面的部分会是什么? SignSign是什么呢?我们还是需要再看 看看 嗯,這個讓我想一下 上一上一這首 OK 不要想了 這個開來一下 丟上網 等下要問一下其他人 哈哈哈哈 啊,這個是最異議的 我們講最尖湊的方法 代入 其實代入 其實也是不簡單 你要怎樣 你要怎樣check你對不對 不懂哦 X是什麼 Y是什麼,其實你也是不知道 對嗎 所以這題其實很好的 這樣子 其實是 block著你 你完全代入 你也不知道要怎樣check 哪一個彈 對 OK,不要緊 這個我們先放在 哈 好,再看一下這一題 這題怎樣抓 都插話題 很愛觸這種題 很愛觸 不知道為什麽 二差話題 二差話題就搞定 OK,cos加cos的話 沒有記錯 應該是2coscos 2coscos 兩個箱加除以2是3x 兩個箱-除以2 兩個箱-除以2是x 等於0 然後在這一邊呢 是0到2pi 你要注意的就是它是用方掛弧 方挂弧是包括的意思 所以cos x 等于0 还有cos 或者cos 3 x 等于0 诶,好像不需要考虑这个cos x 等于0 anyway,cos x 等于0是什么 cos x 等于90度 对不对,90度 OK,90度,我们换一下 好,再写一下cos 90度,还有270度 OK,270度 OK,后面那一个是什么 后面的话呢,我们是讲3x 等于90度 270度 这个因为它是3x,它必须要绕三圈 绕第二圈的时候 然后啊 我们90 加360 等于450 450 好,再加上180 诶,错了 好,270 加上360 630 这是第二圈,我们再绕第三圈 再加180 好,810 再加180 990 990 好 OK 所以 x 等于多少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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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 450 除以3 650 630 630 除以3 630 210 9 81 除以3 270 哦,跟前面的overlap 990 除以3 330 0 所以就是 你总共有6个结了 好,总共有6个结 答案是A 第11题答案是A 第11题答案是B 嗯 Anyway,很像我们这个 啊,一样啦 第13题 一样啦 不解啦 可以吧 跳一下 OK 再 第14题 第14题 嗯 第14题 第14题 怎么做啊 X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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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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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x等于三分之三,sinxu等于三分之三的话,它相乘会等于四分之九 所以我们猜的时候,我们要猜等于什么数目,我们一定要等于0 所以两个数目相乘等于0,我们才可以讲说前面等于0,或者后面等于0 因为0成任何数都是0,这样可以理解,所以这题不简单 因为它又是一样的问了多少个十数解 我每次看到这种题目,我就很想用这个图解法 图解法,我们试试一下,其实它就是两个 portion 所以如果我们把x搬去对面,我把x搬去对面,它基本上是2x分之三 2x分之三,所以我们画plot sinx的时候,我们是怎样plot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嘛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诶,哦,不是诶,sorry,sorry,sorry,呃,插掉那些 因为它的区间是在复拍到拍 复拍到拍,所以我们的这个,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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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我们可能要换一下,我们这样子画 ok,然后它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图 哦,那3分之2其实不重要,它重要的是x分之1带过去的 x分之1的图,我们是这样子画的 ok,只是说我们是看,会cut到两个point 它还是刚刚画过,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 so,如果我的这个点,我们看哪一个点 这个点是什么,这个点是我们的pi 这个是pi除以2 那如果我的,我们计算一下,这个,如果我的这个x啊,没有复了,没有复了 如果我的xpi除以2,对吧,2跟2月掉,所以3除以pi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3除以pi是多少 3除以pi,pi应该是3.1415,所以会得到0点多 对吗,0点多 也就是说呢,这个sine的值呢,我们这里拉出来,算出来应该是1 但是这个是比较低一点的,因为它是0.9多 所以它应该会这样子cut过去,变成2个point 所以在这一边也是一样的case,会有2个point 所以总共的解应该是4个解的 4个解 所以图解法,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应该是会cut到4个point去 ok,我这边只是用文字叙述,然后图解法 答案是c 看一下 插答 1 答案是1 第13集答案是1 6个啊 看错题 第14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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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解 4个解是1 第14题是不是1 第14题也是1 ok 4个解是1 ok 这个我是用图解法 看一下你们可以不可以想到用其他方法 目前我是想到应该是用图解的 而且 主要 因为那个是x本身 有一个是角度 那个值又是π 某一个数值 然后另外一个又是sinx 这种图哦 而且它的问题又没有要问我 没有要问我x等于什么 所以这种题目比较适合是用图解的方式 ok 没有问题啊 第13题我不做了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第1题这个应该可以吧 做一下 这个可以 因为有 几种方法错 啊 当然除了那个 我们讲核查画机啦 然后因因把这个cos 变成sine 来做核查画机 以外 这一题也有另外一个解法 啊 因为 它是 sine 4x 加cos 2x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呢 sine 4x呢 我可以把它变成 sine cos sine 2x cos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抽取 cos 2x 这个供应试 然后 呃 因试分解 就会得到cos 2x 呃 乘上这个 2sine 2x 加1 那这一题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cos 2x 等于0 或者sine 2x等于 负2分之1 来解 ok 那 我不解下去了 所以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大概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未必要用那个 额 核查画机公司的 哦 有时候如果那个数目美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拆 拆也不用拆完 哦 不用拆到四十方这样多 反正这个是2x 你就拆到2x就够了 可以抽功应试呢 这样子就可以完事了 OK 可以吗 呃 在这一题啊 B 第二题 也是一样啊 我可能给一下你们概念啊 哎呦 因为22 5点22分 我们只有5分钟 所以 接下去的 我可能只是 给一个starting给你们 让你们可以去解一下数 不要解 Cos 平方 啊 在这边很多人就会拖手 就想到 哎呀Cos 3平方减 3平方 等于Cos 2x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这样子led的话呢 你就会 嗯 说不出东西来 对吧 因为变成 左边是一倍角嘛 右边又变成两倍角去了 所以这个题反而 你 可以看得出来 前平方减 后平方呢 你可以把它变成前 前加后 成前减后 哎 这样子反而更有用 对吧 更有用 嗯 OK 当然最好啊 你不要 不要去掉它 因为有 有一个想法就是 呃这个可以月掉 呃 有一个方法是这样 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接受 应该是可以接受 啊 你的做法就是 把这个月掉 但是你考虑它有可能等于0 啊 你就可以把它月掉 这个等于0 或者这个等于0 我曾经这样子做过了 啊 这个可以接受 应该这样子就可以接受 啊 啊 只是说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有另外一个 呃 顾虑啦 因为这边可能会做得很长 这边又可能做很 一下子做完 啊 所以它的 它就会有 Imbalance的情绪 啊 不然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子做 所以在这边 我们把sign拉过去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tx等于1 呃 tx等于1 啊 那右边的话呢 我再稍微的讲一下 呃 你就可以乘上去咯 乘上去的话呢 就会有完全平方啦 对吧 完全平方的话 是cos平方 呃 加两个前等后 2 cos sin x 呃 然后再加sin 平方 x 啊 那 你可以 把它变成了 1 这个变成了1 这边就变成了 sin 2x ok 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sin2x 3 0 嗯 我再写一下 这个 sin2x 哦 等于0 哦 so这个啦 你就可以解出来了啦 那我就不解啦 啊 这个是你们要做的部分啦 啊 这个做到这边 应该下去呢 就是考虑那个角度罢了 应该蛮简单的 ok ok 对啊 那第三题 诶 第三题 凯亦有问过我吗 第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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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嗯 看到了 tangent 打一下 这个比较难的 除以4 减去 x 哦 然后加上tangent 一样的角度 copy一下 终于4 ok 那这一题 我可以把这个 cosine 呃 这个 把这个东西 let 成 let 这个 等于y 啊 啊 你就可以容易做一点 啊 容易看一点啊 基本上 啊 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 y的导数嘛 啊 等于4 啊 那你就全部 我不喜欢平方 啊 我不喜欢分母啊 我就全部成了y哦 等于4y 那这个y平方 减4y 加1 等于0 啊 我就可以解 完全 啊 那个 啊 解1元 二次方程式 那 但是这个啊 不好的就是他 他 他没有办法 呃 解完 所以我们 交用公司法 负B正负 根号B平方 解4也行 呃 呃 呃 啊 4咯 呃 根号 B平方 是4是16 减4ac 减4ac 都是1 所以是4 减4的话 就是12 那也除以2a 那这个你可以抽 抽4出来 变成2 根号3 啊 所以 做快一点 就会是等于2 加减 根号3 ok 然后你就再把它放回进来 ok 嗯 应该就可以做到了咯 好 接下去就是分那个角度罢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可以吗 好 那你们的练习也把它写一下 回去想一下这一集 开来的自己 我也是要看看一下 ok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了 ok 拜拜